我们所有人偷了他 这样子 所有人都偷了他 说一下八个朋友们吧 从柯柯到刘老师 你简单的都说 你对这次MV里他们的形象和他们 就或者你有什么幕后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好玩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蛮突破的吧 那天我给大家起名字 我说陆柯然是一羽王子 因为他不是有个大帽子吗 然后没有羽毛吗 然后我这边拍了张 他就是不看镜头坏笑的照片吗 那我们说雪儿吧 雪儿就是 她那天穿的那个红靴子 我说她是小红帽 我说你就是黑化了的小红帽 很漂亮 安琪就是小辣椒 最厉害的就是 她不是任何人 她就是她自己 这才最厉害 就是她无人能替代的 我觉得她的反应是很快的 她给东西是非常的迅速 并且果决 她知道她自己想要什么 她知道自己是谁 其实我的rap 都是Shaking帮我写的 Shaking教我就是怎么唱怎么唱 Shaking一直就说 赵小堂的声音辨识度非常高 你只是需要学 要有人教你 玉岩呢 我觉得她的Vocal是毋庸置疑 至少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她一定是很棒的 然后她也把她自己的那个东西展示出来 而且我很喜欢她那个唇装 而且就是我自己观察到 对那个钻石唇的评价特别高 所以我这里也特别感谢化妆老师提供的这个灵感 因为我那天说了 我说你就是月光精灵 我说你就是精灵族的那种魔法师 而且我觉得Kiki她就是成团了以后啊 她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自己了 那到星星 她跳起来就是很吸引人 是 是那种很有她自己的感觉和风格的东西 要不要千篇一律 就是要跳自己的感觉 她是会考虑到所有人的一个人 是 她会爱每一个人 是一个很招大家行的人 而且她还会给出很忠心的见识 刘老师 我觉得她那个戴着那个飞行墨镜的 不是很帅 我说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说如果我头发短一点 我也会尝试这个造型 我觉得很好看 你喜欢这MV吗 喜欢啊 我们第一个MV当然喜欢 你还记得你最喜欢哪个部分吧 我自己的part 为什么有一点都不意外呢 那你觉得在MV过程中最好玩的 或者最艰苦的一些点会是什么 拍早上7点 真的整整24小时 而且我记得你来的还挺早的 对 但我觉得很正常 我们想拍好一个东西 你没有一个时间的消耗 你上哪拍出来好东西啊 对不对 那就是得一边一边来 一边一边来 那是不仅遥的 那是不仅遥的 小时的 又是不仅遥的